新华市富甲一方的白老爷回来了 还带着个唇红齿白 名模妩媚的少年 少年声音词雄男变得好听 乖巧跟在白老爷身侧 轻声唤他 前爹 目光却深深浅浅朝我望过来 夜里 他推开我的门 昏暗地灯照着他眼底明明灭灭 三太太 不 姐姐 他捂住我的唇 紧监传来他温热的喘息 姐姐 你现在后不后悔 当年背叛我 把我送到戏楼子里去 那天起 大少爷是母 大小姐失踪 二太太发疯 少年问我 姐姐 你不是恨那个老头子魔 快到年关了 我们拿他包饺子好不好 咦 清华市 没人不知道白老爷的名头 我是白家的三姨太 十七岁那年 清华大旱 租来的田收成越来越少 父亲抵不上白家的债 母亲重病 一握不起 白老爷白言起到我家的时候 我娘抓着我的手 更用力了几分 白言起的目光 在我脸上转了鸡圈 露出一口微黄的牙 冲我爹杨了杨下巴 于免 没想到你这磨个粗人 家里的女娃娃 雀水淋漓的 我爹点头哈腰 不经意把我挡在身后 老爷 老爷您再宽容 宽容我些时日 求求您 少废话 白老爷演一横 他身后那些网汉剑了 对着我爹胸口就是一脚 爸 我连忙扶起我爹 一双手克制不住地抖 白言起却 伸手搬过了我的下巴 他身上有股腐朽的恶臭 粗糙肥大的 手诺上脸的那一刻 一阵恶寒窜上几两股 我吐了 白言起看着满身误会 气急返笑 月末送到我宅子里来 于勉 你可多亏这个好女儿啊 还不快谢过老爷 老爷大人有大量 这天大的好事 你就烧高香吧 我爹不断地磕头 一声声 鲜血糊涂额头 也不敢停 老爷 小女拿不出手的 求求您 年末一定能悬上钱的 我家就这一个女儿 求求您啊 床铺上的娘也开口 说不出话 只能二呀弟恳求着圣魔 又喝 敬酒不吃吃罚酒 于勉 先不说这债还不孩得上 就单是你家这个女娃 能嫁给老爷 那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白言起走了 留下我爹和我娘 抱着我终日一泪洗面 我们于家 祖上也曾是书香门地 我娘更是少有的识的字 念过书的女子 家道中落 流离失所 在清华市落脚 乱世中聚于一偶 日子本也安稳 但白言起发家并不光彩 爹娘和这里的平头百姓 拿懂得商人那些阴暗心思 回过神来 通通背上了债 白家的红轿子抬来的时候 我只听见爹娘声声气血 拉着我的手不肯放 我知道白言起为圣魔看中了我 我尝了字 是不如清华市那出了名的头牌交际话 也就是白言起的第二方太太 她看中的是我面上的冷 是要看我如何清醒地挣扎在白家那幽深宅子里 是要看我厌恶 憎恨 却逃不开折磨 好玩 那个晚上 庞浮如巨山鸭顶 耳边满是她粗重的喘息 阴雅的笑声里不断加砸着这句话 我是被抢来的 她的玩物 嗯 大太太里愿是白言起的发妻 白言起发迹前就嫁到了白家 给她添了一男一女 对我不甚理睬 二太太阮素青便不同了 进白家的第一个早晨 阮素青端着斩茶 细细长长地掩溺着我 呦 这新来的妹妹可是生的水灵 怪不得呀 早上来的这半晚 是老爷舍不得放开被窝吧 我没接话也不抬眼就这么直直跪在大厅里 白家新来的女人过门第一个早上要来请安 行了也不难为妹妹起来吧 圆翠过来给三太太上茶 阮素青却不依不饶 这一晚上老爷可没少折腾你吧 怎么还站得起来吗 这深宅里的爱恨情仇 我根本不想也不屑参与 我不笑不哭就着磨磨着一张脸 白元起便加倍地在我身上施展各种手段 我直听听躺在床上 疼的烫的也不多 人心死了 身体上的苦痛便微不足道了 久而久之她腻了 我来白家第三个月的晚上 她穿上外挂冷冷留下一句话 我想看看你这张脸哭起来是圣魔样子 第二日秋风乍起 阮素青怀里抱着只白猫 以着门槛笑着对我说 妹妹 听说你惹老爷不高兴了 她又道 让你哭你就哭 都怪你这魔卷 家里人可遭殃了 秋风刺骨得冷 等我飞奔回家时 隔壁王神死命拉着我的胳膊 拼命摇头 上来就要捂我的嘴 让我别出声 闺女 你可别去呀 他们那些人是往死里打呀 你现在过去 白老爷在呢 你爹娘托我把这个给你 你得保全自己 他把一件东西色进我手里 冲着我拼命摇头 你爹娘给你这个 可不是让你去和白家拼命啊 哎呦 闺女 听神子一句劝 留得青山寨 不愁莫柴烧 你过去了 谁知道白老爷会 我爹娘躺在地上 那些人又打又踢 我娘痛苦地乌咽着 我爹护着她 面目模糊 浑身是伤 鲜血淋漓 王神 你放开我 你放开 我猛地一拽 飞扑到我爹身上 有人一拳打在了我肚子上 钻心地痛 恶心 莫等反应过来 便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我爹睁开那通红的眼 抹去脸上的血 一把搂住了我 气弱油丝 嘴里还在不停地求饶 白老爷 您行行好 您要发罚就罚我一个 内人和闺女身子骨弱 莫等我爹说完 就又是一脚袭来 腹中脚痛 身上火辣辣的疼 我直接昏死了过去 等我醒来 白元启正坐在我的床边 他一把抓起我的头发 像是想把我的头皮都扯下来 你这不是会枯膜 余若萍 我告诉你 在白家 不 在清华 我白元启就是天 我让你笑你就给我笑 我让你哭你就给我哭 不然 吓个死的 就是你那疯了的老娘 我爹呢 我听出了他话里的不对 我爹呢 白元启狠狠一甩一袖 反手又是鸡的耳光 耳中嗡名声尖锐 隐约坚听他阴狠地笑 明天就会有人给你送校服的 我爹头七 我娘爬下床 在那个寒冷的冬夜 一个人爬到了灶台 点火 自焚了 第二天找着的时候 已然焦黑一片 我手上沾的黑是母亲的骨 是父亲的血 而那个晚上 我的屋里烛火灰暗 白元启的声音将我反复煎烤 从内到外 我的眼泪 鲜血 在寒冷冬夜似要燃烧 我瑟缩着挪动了一下腿 他一手抓着我的脚腕 顺手抄起放在桌上的烟枪 狠狠抽打在我身上 跑 我看你往哪跑 余若萍 今后你死 也要做白家的鬼 这硬骨头炫起来就是舒服 怎么也折腾不够 他发出一声窥叹 我手里则狠狠攥着那枚青笛里 飘了红狠的雨 我不能死 我一定得报仇 我要让白元启 尝到我千倍百倍的痛 三 我知道不能现在 就和白元启撕破脸 活着才能有一切可能 越反抗 白元启下手就越狠 我怕自己活不到复仇的那天 白家的爱恨纠葛很深 比白家这座悠悠宅院还深 我要找一个结盟的人 大太太从来是一副是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样子 二太太说我如眼中钉 大少爷白明远我是见过几次的 不过二十几岁的青年 一对细长的眼 目光竟是桀骜跋扈 和白元启 彷扶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我与他在宅子里擦肩而过 他落在我身上的眼神 冰冷中 带着和白元启一样的玩味 他也不行 只剩下了大小姐白明晚 我悄悄观察了白明晚积月 白家闺秀常年身居简出 平日里那间房开开关关 我路过 偶尔望过去 那清丽可人的少女 不是在翻着书页 便是秀着手帕 脸上的神情都未怎么变过 就在我以为注定要孤立无援时 白明远回来了 说是又谈成了一笔大生意 白眼七嘴都快咧到耳根子去了 大摆宴席 迎大少爷回家 我跟着白家这些人在门口候着 目光在众人脸上扫过 白明晚的脸色极其苍白 他手上紧紧握着一块帕子 葱白食指把那帕子绞成一团 把上面的鸳鸯卷得支离破碎 他低头垂目 缩着肩膀 我在一抬眼 白明远走了进来 他的目光 彭扶要将人声波 毫不掩饰地越过人群落在白明晚身上 大太太李渊陷了 将白明晚往前一推 还不快去给你大哥拿外套 妹妹姓子软 母亲你又不是不知道 说着 白明远将大衣一脱 我站在侧面看得清楚 她掩在外套底下的手 狠狠捏了捏白明晚纤细的手腕 她低声对白明晚说了肾膜 少女脸更白了 苍白如纸 与我当时见白眼起一般 可 他们是兄妹呀 这晚 白眼起自是要住在李渊那的 虽然白明远回来了 但这生意 还得白眼起再去走一趟 离行前到正妻李渊那是白家的规矩 月黑风高 我披上凹子 悄悄出了屋 白明晚的房间偏僻 灯光摇曳 屋里映出两人的影子来 我摒弃蹲在角落 整个人隐藏在黑暗中 仔细听着屋里的动静 大哥 这么晚了 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 我的好妹子 我这么长时间才回家一趟 你倒是身份得很 兄长 我们都比小时候 你 你这时候在我房里不合适 不合适 哪里不合适 父亲都不说肾膜 我看这个白家 谁敢说不合适 屋里传出白明晚交集的话语声 接着他滴滴哀求起来 兄长 求求你回房去吧 我 我这今日染了风寒 要是兄长也 一阵凌乱的推嗓声后 白明晚怒声骂了起来 你不过是个赔钱的东西 真当我不知道 我和你本就不是兄妹 你是他亲生的 母亲确是我如己出 要不是有我 你们母女俩的日子能这么好过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 我之后可是要继承白家的 这宅子里的不都是我的 我告诉你 就是现在 我让母亲把你给我 她也得听着 我劝你别耍圣母小心思 你拒绝不了我的 当然 我也没有父亲 那种墙破人的习惯 嘿嘿 你之后会求我的 我和那西边王家快 残废的老不死 怎么选 你当然知道吧 哈哈 屋里传来白明婉嘀嘀的啜气声 我震惊地听着 脚上一麻 咔嚓 一声踩了树枝 这还没地方躲 我四下张望 一咬牙 往墙上爬去 小时候 我总喜欢和邻居家的弟弟一起玩 肾膜爬墙 爬树 掏鸟窝都不在话下 我堪堪怪在高墙上时 白明远已经披上外衣奔了出来 他满脸醉意 扫了四周一眼 我的手紧紧扒着墙 大气不敢出 现没有异样 他扭身看向了门口的白明婉 我的好妹妹 你好好想想吧 是好好接受 还是 呵 白明远的手轻轻拍了拍少女的脸 白明婉想躲 却直接被白明远扼住了脖子 少女白皙的小脸涌上一样的红 白明远眯了眯眼 我的好妹子 你这么聪明 一定明白的吧 看着男人离去的背影 我心中暗喜 找到了白家的缺口 四 过了三 四日 我提了些糕点去了白明婉那 白明婉脖子上围了条淡粉色的丝巾 他惊讶地看着我 三姨 你怎么来了 我不比白明婉大几岁 来白家也快三年了 但我俩并未怎么说过话 一个是被折磨的三姨太 一个是不怎么被带线的大小姐 我笑起来 大小姐这丝巾可真漂亮 白明婉神色有些不自然 我微微俯身 轻笑着又倒 大小姐真是备受太太和少爷喜欢 不然我这来了一年 都未曾见过大小姐几面 想必自是捧在心肩上的人 白明婉一正 手下一时放在了脖颈处 三姨是圣魔意思 你 你 这家里应该有好些人知道大少爷的心意了吧 我说前几日刚来的那个小丫鬟 怎会被少爷罚得那般惨 这宅子里的女人都知道 要抓着男人才能往上走 攀上一个是一个 连刚进门的小丫鬟也是如此 可笑又可悲 我知道二太太阮素青 不允许别人窥伺她的位置 刚进门的丫鬟里 有个清秀的小丫头 我也见过两三回 老爷这几日频频叫她进书房里伺候倒茶 阮素青的手段不高明 这丫头还是年纪小 赶上白明媛回来 她便唆使小丫头 去往白明媛身上凑 我冷眼看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她选了 便不会听劝的 白明媛二话没说让人 把那小丫头揍了一读 扔出了白家 和白眼起不同 白明媛更狠 更不把我们这些人当人看 慎魔东西也赶来爬我的床 她也配 白明媛砸吧砸吧嘴 笑着和一旁的公子跟着说着 要说这女人就得是得不到的最好 上赶着不是买卖 不像我们家 她一读 其他人似有所悟 纷纷笑着打去 白兄所言即是 这女人和生意确实像 受教了受教了 白明媛就是看准了白明媛 得不到 所以想要狠狠握在手里 让她逃也逃不走 那么白明媛呢 白明媛神色意冷 三姨这是圣魔意思 能得少爷心意 大小姐之后在白家也会顺遂 顺遂 顺遂 白明媛笑了起来 反问我 三姨得了我父亲垂爱 你过得顺遂了吗 她一把拽住我的领子 你家破人亡 吃的穿的都是我父亲给的 你管这叫顺遂是魔 被人当成金丝雀 问丝花 这就是你说的顺遂 我没生气 反而笑弯了眼 大小姐若是愿意与我一起 我能保证只要我活着 大少爷便不敢动你 她一正 古怪地看了我一眼 似乎在想我话里的意思 你想要圣魔 我想要自由 我直直看着白明媛 陈寅片刻说道 我骗了她 那分明是她最想要的 白明媛眼中闪过一抹光彩 我笑了下 只是心动还不行 要让她看清她那位好母亲 好胸肠心里的算盘 绝望的人才最心狠 就当我琢磨着 如何让白明婉彻抵死心时 白眼起回来了 众人在门口议论纷纷 我屋里的小丫鬟平碎 一溜烟跑回来 嘴里还嚷嚷着 太太 太太 我看了她一眼 老爷回来了 怎么这样慌慌张张的 平碎长红了脸 太太 老爷是回来了 还带回来一个美人 哦 平碎一股脑的往外说 那个美人 哎呀 看起来倒像是个小少爷 但长得实在漂亮 这屋里屋外的人都跑过去看了 小少爷 我手里的茶杯 啪的一声碎了满地 平碎一震 她还没弯下身 我已经快步跑了出去 五 白眼起风光无限地进了门 身后还跟了一个纯红齿白 明蒙妩媚的少年 少年一身滚了金边的青色长衣 乌黑的碎发微长 遮住了雪白光洁的额头 一双极漂亮的桃花眼 前勾后挑 眼角泛着点红 眼尾飞扬 直扫上眉烧去 却不显得刁满 她开口 声音雌雄难辨得好听 前爹 众人哗然 我站在原地 脚步如惯了千似的 少年笑着 目光却深深浅浅地朝我望过来 我避开着目光 余光瞥见白明媛的脸色微寒 白眼起揽住少年 这是锦领市的阴楼主 要来家里小住几日 阴 难道是锦领洛雁楼的阴福郡 这般出彩的人物 硬是她没错了 众人神色各异 二太太眼里闪着惊异的光 白明婉则被白明媛拽住了手腕 她眼底露出一抹凶狠 白眼起让人做了一大桌好菜 吃饭也紧挨着阴福郡坐下 我坐在阴福郡对面 算来她应该19岁了 但少年全程未看我一眼 阴楼主和故来我们清华市 我可听说过洛雁楼 那可是一等一的好消遣 楼里美人又多 权贵如云 阴楼主也是的 您这等红人 怎么会来我们白家呢 阴福郡淡淡一笑 白少爷竟会知道小生的事 小生此次来白家 适应前爹的邀请 干爹 阴楼主叫得还真是亲密啊 阴楼主在锦岭市 也有很多个前爹吧 阴福郡脸上神色不变 倒是白眼起咳了一声 冷冷回道 明媛 我和阴楼主一见如故 这是白家的客人 不得无礼 白明媛吃瘪 看阴福郡的神色 越发冷起来 阴素青眼口一笑 轻轻贴了上去 阴楼主这般青年才俊 可有婚配 我看 咱家的大小姐就很合适呀 白明媛越发不悦 一毒饭吃得暗流涌动 饭后 我献着白明媛 神色阴沉地 往李院的房里走去 这机会不就来了 爹那是圣魔意思 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东西 是圣魔人 那就是个玩物李院轻轻拍了拍白明媛 我的好儿子 你放心 这白家就是你的东西 谁都抢得走的 哼 那你为圣魔一直不让我碰明媛 快点生米煮成熟饭 就不会生出那魔多士段 你不会想反悔吧 不会你现在想到 她是你女儿了吧 然而 你想多了 我的孩子一直都只有你一个呀 门外 拽着我衣袖的白明媛浑身颤抖着 要不是你 我哪会有现在的日子 哼 说不定早就被那几个狐狸精给舌头惨了 阮素青还好说 他来的时候年纪还不大 我打听清楚了 那地方可不允许这样的红人随便生下孩子 倒是那个余若萍 还好他惹得老爷不高兴 去他家的那些人我可打点过了 打他要专门往肚子上打 娘 你可真狠 这能怨得了我 明晚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还好啊 我把你抱了回来 唉 本来不想要他的 但他要是没了 我怎么能说你们是双胞兄妹呢 乖儿 你放心 明晚被你看上 那是他的福气 白明婉腿一软 他想逃 我扬了下眉 转身扣住了他的手腕 你还要当做不知道这些事 大小姐 你生下来就被太太卖了 不然你一个白家大小姐 怎会连学堂都不让上 怎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你别说了 求求你 别说了 我轻轻揽过他 温柔地拍着他的背 漠视的 我能帮你 你恨白明元魔 我说过 只要我活着 他便不会动你 你信不信 我能让他消失 白明婉抬头 眼里一片星红 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重重地点了点头 但你要配合我 我笑了起来 我哼着小曲回了屋 刚要睡下 便听见了轻轻的叩门声 门外 一道修长身影 静静立着 他还是来了 六 一股极清烈的幽香 将我扑了得满怀 三太太 不 姐姐 紧握肩传来少年温热的喘息 尾音轻轻发颤 连带着我的心跳 都变得慌乱起来 殷福郡柔软的黑发 蹭着我的脖梗 我推他 他却抱得我更紧 半晌 他才松开我 少年个子已经高了 我一个头还多 桃花眸里的眼光 明明灭灭 他扯出一个惨然的笑 姐姐 这就是你想要的 不细把我 送走 他最后两个字咬得很重 那是个好地方 家母故人所在 我咬住下唇 好地方 哈哈哈哈 好地方 殷福郡搬过我的肩膀 笑得悚然 他握住我的手 拉过胸前 姐姐要不要自己解开看看 你 我想抽回手 他抓得更紧了 带着我解开了长衫上的扣子 一个一个 露出少年精壮的白皙胸膛 一同露出的 还有那道道疤痕 左厕所鼓下方 还有一个红色的烙印 他将我的手附在上面 知道膜 这形状是刘老板的耳环 姐姐 你知道膜 这些都不疼 疼的是你骗了我 你把我骗到锦岭市 我对你纳膜 殷福郡像是一只受了伤的小兽 他抬眼 毛子里一片血红 你现在后莫后悔 当年把我送到戏楼子里去 心脏剧震 我妈撒着他身上的疤 指尖都在抖 有一说好会照顾好殷福郡 柳姨是母亲的固有啊 怎么会 看来姐姐确实不知 我怎么可能让你受这种苦 我让你去锦岭 是为了你远离白家 你一回来 白眼启定会知道 也不会放过你 我只能 没事了姐姐 漠视了 温热的手掌轻浮 我静男的地平静下来 少年的眼神 接着又阴霾下来 姐姐 这白家都该死 我将自己埋在他的臂弯里 滴滴恩了一声 不能脏了你的手 交给我来 殷福郡终于笑得灿烂 这才是我的好姐姐 白明远本来因为殷福郡 天天都拉个脸 这几日倒是喜上眉梢 白家人都看见白家 两兄妹形影不离 白明婉笑得更是明媚动人 两人一起喝茶下棋 倒是有点举暗其眉的样子了 果真有人做不下去了 尤其是白明婉在饭桌上 开始和白明远有说有笑时 大家都说大小姐变了 白远岂不在家 里面自视主事的人 她筷子一撂 姑娘家家的 怎么这般不稳重 阮素青看了眼二人 眼口一笑 明婉性子活泼点好呀 媚眼如丝 却往身旁的殷福郡看过来 殷福郡回眸 也不说话 微微一笑 阮素青神色一喜 又往她身旁凑了凑 殷福郡冲着她耳语了击句 哥哥喜欢明婉这样 同你说话魔 白明婉也不看李怨 笑着问道 白明远怎么会说一个不字 她现在满心满眼 都是白明婉 她以为白明婉想通了 李怨咬着后槽牙 一甩袖 站起身走了 七 当日 李怨便把白明婉狠狠骂了一度 她拽着白明婉的头发 手里拿着戒指 不断往她腿上抽着 给我撩起来 还敢躲 我没告诉过你魔 啊 她是你哥哥 你这脸往哪放 小姑娘家家别的不会 就会往那歪门邪道上想 怎么 现在看出来 你哥哥是要继承白家的人了 想讨好你哥哥 你哥哥之后是要娶那些大家闺秀的 不是让你来败坏名声的 你生事下一次就要学那些剑骨头一样 爬你哥哥床了 白明婉震惊地看着李怨 终于崩溃地大哭 我躲着她 你打我 你骂我不知兄妹感情 骂我白眼狼 如今 娘 我按你说的做了 你骂我贱 你究竟要让我怎样 生了我 娘 你就这磨委屈磨 你是不是想看我死了才好 李怨更生气了 趴得狠狠扇了白明婉一耳光 下贱东西 你若是争气点 我至于这样磨 都是你 都是你 你现在还敢和我顶嘴 我前几年看你老实 还想着你有点用处 我告诉你 在白家 你就算流着老爷的血 也甚磨都不是 我靠着外墙 静静看着这一切 冷笑起来 是的 赵家小姐和白明媛年纪差不多 是我上个月同白眼起说的 赵家是个不错的亲家 白眼起正好要与赵家做一笔生意 结成姻亲的话 两家都有力 但这段时间 白明媛哪有心去看圣魔赵小姐 她的心被白明婉勾的魂牵梦绕 恨不得连家门都不出 你哥那是未来当家的 正妻自然得是门当户对 你别给我耍那点心思 我要是再听见圣魔闲话 打断你的腿 李怨恶狠狠地又抽了几尺 我转身到了一边 等李怨走远了 轻轻扶起了 爹坐在地上的白明婉 你还对他们有圣魔妄想魔 我陪她一起坐在地上 柔声问道 白明婉紧紧抓着自己 布满红横的小腿 为水断了串地留下来 我以为自己是女人 继承不了白家 母亲才不待见我 但我莫想到 她是这样想我的 我生下来 就是给白明媛做陪衬的魔 我究竟该怎么办 和英福郡差不多年纪的少女 仰头望着我 有圣魔在我心里松动 你想去学堂 她点头 书里说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可我连万卷书都读不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难道我就该一辈子 活在白明媛影子里 不是讨好她 就是去讨好另一个男人魔 大小姐 我祝你离开白家 去更广阔的世界看看 离开白家这个牢笼 不做这金丝雀 不做这蚊丝花 我将一个小瓶子递给她 里面清白二色粉墨震荡 她看着我 坚定地点了点头 吧 姐姐这般好心 就这魔放了白家的人 英福郡从墙上轻飘飘落下 盯了白明婉的背影好一会 她和我没什么不同 她的不幸逃不过去的 祝她 是祝曾经的我 我的身份太特殊 我连白家的厨房都进不去 做事不方便 但她不同 我笑了下 何况 若不是看见了真相 彻底绝望 她怎会心甘情愿帮我 她怎会下定决心逃出去呢 简简单单杀了他们可不行 让他们死在最信任 最心疼的人手里才好 英福郡歪了歪头 咧嘴一笑 姐姐说的是 这是姐姐的复仇 都听姐姐的 一口一个姐姐叫得倒是好听 英福郡在我面前像只幼犬 但在第一天夜里 我便知道她是一只孤狼 凶狠 残忍 我知道 但我不能让这些人 脏了她的手 今晚 请你看好戏 我揉了揉少年的黑发 她弯起漂亮的眼 笑得这般好看 弯月挂了树梢 夜色如水 我的指尖敲打着桌面 突然 一声淒厉的尖叫 化破了静泥 来了 我披上外衣 装作慌张的样子 跑出了门 人越来越多 我走在前面 就看现李渊的屋门大开 里面火光四溢 白米元双手通红 雪白刀刃滴落满地鲜血 在夜色中绽放朵朵血花 然而 原而 李渊倒在地上 冲她张开手 满脸的不可思议 你就为了那个贱人 扑 李渊又吐出一口鲜血 白米元却像疯了似的 她蹲下身 手上动作还莫停 一刀又一刀 婉儿呢 我的婉儿去哪了 没有你 她不敢跑的 你敢骗我 你敢反悔 我让你骗我 让你骗我 场面过于凄厉 众人都不敢过去 等惊动了白眼起时 李渊早就断了气 她眼中至死都是 骇然和不可置信 她死前仍不断喊着 缘 我的缘 被自己辛辛苦苦培养了好几年的儿子 一刀刀凌迟 是甚么感觉 我故作惊恐地捂着脸 嘴角弧度 抑制不住上扬 这时 英福郡应该已经将白明晚送出城了 以后山高水阔 任她行 白明元疯了 白明晚失踪了 白眼起一夜之间苍老了不少 这几日她都留在阮素青屋里 我想阮素青硬是高兴又烦躁吧 阮素青喜欢西齐丸一耳 我第一次见她抱着的那只一桶白猫便是 英福郡刚来时 她便拿藏在桌下的脚去勾英福郡的脚 英福郡对我悠悠说道 姐姐 要不剁了她的脚吧 这样的人 一个白眼起可招架不住 这下子 李渊死了 白明元疯了 白明晚也失踪了 整个家能镇得住她的只剩白眼起一人 她开始变得肆无忌惮 英福郡这日说是要回锦岭市一趟 邀白眼起一起去散心 白眼起大喜过望 她那乌绰心思 谁都看得清楚 但苦于英福郡总是若即若离 暗于英福郡身份 她又不敢放肆 白眼起一走 果然 软素青便按耐不住了 酒 我很好奇 所以当我带着早归的英福郡和白眼起一同去她屋里时 我看得格外仔细 不是软素青不防备 只是在这白家压抑了太久 谁不想突然放纵一回 床榻上的男人有些眼熟 我仔细想了想 对 是一同白猫的主人 男人屁滚尿流地从床上翻下来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老爷 老爷饶命啊 是他 是太太勾引我 威逼利诱我 他不守父道 老爷 若不是他威胁我 我可是万万不敢的呀 软素青的脸白了又白 他看着地上那个刚刚还和他耳边撕磨 转瞬就翻脸骂他不守父道的男人 一时气急攻心 殷福郡在一旁看得格外开心 他悄悄凑到我耳边 姐姐不知道吧 这男人可跟了他好多年了 找到他 还真不容易呢 白眼起的目光阴沉如水 男人见识太不好 拔腿就跑 白眼起刚要让人去追 殷福郡说话了 前爹 家丑不可外扬 他跑了 让他有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在外面瞎说 但咱这要是追出去了 这可就都被人看见了 白眼起也不回话 一把将软素青从床上拎了下来 他下手从不会听 敢偷人 真是活腻了 今天家法伺候 明天 我就让人把你扔到马圈里去 老爷饶命啊 老爷 我 我陪了您这磨多年 哈 你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是吧 白眼起抽着皮鞭 阴厉的吼道 我白眼起把你当个人 你才算人 不听话 那在白家就不配做人 软素青被抽得浑身是血 扔进了马圈 莫人敢给他送吃的 白家众人就当他是一匹马 一头牲畜 第三日 我去献他 你不是和我说过魔 老爷让你哭你就哭 让你笑你就笑 你自己怎么学不会呢 阴福俊捏着鼻子 把我往后拽 姐姐 脏 我们离远点 他又想起肾魔似的 冲阮素青回眸一笑 哦对 你那个情郎 我就给了些钱 他就把你给卖了 他说了呀 这些钱他要留着找个干净媳妇 身后响起阮素青凄厉的嘶吼声 我拍了拍阴福俊的后背 头也没回 新年将至 白家已然冷冷清清 阴福俊坐在我对面 晃着腿 姐姐 你不是恨那个老头子魔 快到年关了 我们拿他包饺子好不好 我没回话 手里则把玩着一个小瓶 阴福俊献了 好奇地问我 姐姐 这是肾魔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玉佩魔 阴福俊神色已变 我把那玉墨碎了 你的玉也是吧 我家虽败落 但家母离家前曾带了两枚玉佩 这玉佩做工精巧 青底里飘了红霞 平日带着可养主人心神 但若是玉碎 便成了至其制毒之物 阴福俊虎我原是青梅竹马 我看着少年一点点成长起来 直到一个大雪日 阴福俊的父亲迷失在了城外山野 阴福俊的娘死得早 一下子成了孤儿 我父母可怜他 都是邻居 便对他多加关照 少年偶尔仍会出去打猎 采药 日子过得苦 但也宁静 我原以为日子便会这般过去 我们都能献着彼此眼中 那渐渐生疼的爱意 家母便将那两枚玉佩 交给我们二人 就算是信物 一切都要怪白言起 他毁了我的家庭 也毁了我所有的希望 我原想着至少 至少尹福俊要好好的 柳青全是母亲的故人好友 我请求他不要告诉 殷福俊这些事 待他远离这一切 我怕他做傻事 更怕白言起伤害他 我在梦里无数次幻想过 与他重逢的情景 唯独不是现在这样 殷福俊生得太漂亮 柳青全却实没告诉他一切 他让他断了念想 他一遍又一遍告诉他 是我为了攀上高枝 把他卖了 他拒绝 柳青全便加倍虐待他 姐姐 你知道魔 他怎么打我 烫我 我心里都不觉着疼 真的 但那是他不对 我不允许他说你一句不好 谁都不行 我来见你 从不是要怨你 姐姐 我动摇过 为圣魔你会舍的 把我推出去 我不懂 我来见你 本是想象你要一个答案 楼里酒席上 我听见白言起说起你 姐姐 这些日子我只有听见你的名字时 我才感觉自己是活着的 等白家消失 我们回家 我抱住他 也是这时白言起推门走了进来 我就说为圣魔从你来了后 我们家就变了样 好啊 原来是你们苟且在一起 是 外面风雪交加 樱浮郡拉着我的手没有放开 反而笑得更加疯狂 那又如何 李渊是你的好儿子亲手杀的 白明丸跑了 你们也没想管他死活 阮素青早就背叛了你 让他变得人不忍鬼不鬼的 不就是你吗 哄 默然一声刺耳的轰鸣 白家宅子里传来震震惊呼吁尖叫 我也跟着笑起来 你不是想让白明元继承白家 快去看看你那好儿子干了甚模式吧 白家上上下下 那些被虐待被虐杀的仆人杂役也是有亲人的 他们扭曲的性子只需稍稍煽动 便能燃起灭门的火焰 白明元封了 白眼起孤立无援 你看 这不是除掉他的最好机会 这段时间 白家没有哪个地方我不能进的 没了李渊和阮素青 白家在无人赶拦我 青红二色粉末给他们编制出了一张复仇的网 我和阴福郡逃不掉 谁都逃不掉 白眼起亮亮呛呛出了门 白明元正拿着火把挥舞 他身上湿漉漉的 所过之处火光通明 元儿 元儿你在做圣魔 危险 爹 哈哈哈哈 爹你来了 你看这是光要我们白家呀 接着 他又打了个哆嗦 他们怎么没和我说天真魔冷 看了眼手里的火把 他一抹嘴边的口水 这样就暖和了 不要 不要 元儿 我的元儿 白眼起扑上去要强火把 白明元直往后退 我不给 我喜欢的 爹你渗魔时候给过我 连玩都是你先 对 玩 我的玩呢 英福郡哈哈笑了起来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挽着他一起笑 高声喊道 大少爷 光要你们白家 你的玩儿啊 就在这光后面啊 你好好看看 对 没事 魔是我得不到的 谁都别想和我抢 白明元一把推开白眼起 大步奔向了那火光之中 你不是最怕白家没落魔 你不说你是白家的天魔 白眼起 白家绝后了 你活该 你该死 火光琢目 我伸出手 同英福郡一起将他推了进去 冰天雪地 积雪深深几尺 白家昨夜火光冲天 等火都灭了 杂役才找到 已成了黑炭般的白家父子 都说是白老爷爱自心切 那伙正是白嫂爷放的 唉 天冷想取暖 人疯了似的 往火里冲 嘖嘖嘖 把白老爷也给拉了进去 白家一夜之间 被大火少了得干净 没有任何人怀疑到我们身上 姐姐姐气了魔 他俩挫骨羊辉都不足惜 马车上 英福郡靠着我的肩膀 眨巴着眼睛 是你事先在白家淋了那磨多油的吧 我垂眸 揉了揉他的黑发 被你发现了 我只是淋了油 火又不是我放的 这怎能怪我 我是客 我在白家做圣魔 谁敢说一句不 蜘蛛必保 姐姐不喜欢我了 少年抓紧我的手臂 姐姐你怕我 还是你嫌弃我了 我盯着那双倒映着我的毛子 我继续揉着他的发 少年紧张地呼吸 这才缓缓平稳 你不要嫌弃我才是 我们身上背了太多恨和耻辱的痕迹 他摇头 小心地靠近我 再靠近我 宽厚的手掩住了我的眼 湿漉漉地吻轻颤着 落在了我的唇 我听见少年坚定的声音 姐姐我们回家吧 全文晚安